2019投資預測至 駐年行運秘笈 是由Shitter 中國民生金融空股有限公司贊助播出 新少數牛朋友今年沒有合財稅 也沒有犯財稅 所以運程上相對上普普通通 只可以說平穩來形容 今年吉星方面有唐扶星 唐扶是有利事業的 不過唐扶星是需要努力 而且是很講理究竟做了些甚麼 所以力不到不為財 由於今年吉星是唐扶星 所以買賣和唐扶星相關的股份 都容易獲利 和唐扶有關的行業 分別是一些有業績支撐的股份 千萬不要買鮮股 或者純粹炒賣過年 今年是不適合買的 至於新潮無人方面 熟牛朋友因為是熟肚 沒有行之中 而泰水是熟水 土和水的雙刻 所以今年是需要有金來做和事佬 因此買賣熟金的行業是特別有利的 熟金的行業分別是甚麼呢 就是一些金銀鐵、銅、鋁、鋼、鋼、鋼等等 另外有聲音的股票也都熟金 例如手機業或者是遊戲業 因為都會發聲 除此之外運動也會熟金 另外就是享樂型的股份也熟金 例如酒店業、環潮住酒店、旅遊業、消費業、零售業等 都可以留意的 今年需要注意的是熟牛朋友 今年的胸升有炮尾升 炮尾升即炮尾巴很容易捱到它 有危險 所以今年絕對不應該留意收風去做買賣 去投資之前是應該做好功課 知道自己做甚麼才好買 2019投資預測至 駐年行運秘笈 是由Shitter 中國民生金融空股有限公司 贊助播出